歡迎收看音樂萬萬歲 看看 我們除了一起主持節目之外 我們還一起當評審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兩個還有一個共同的事情 就是曉玲姐妳變美了 而我也變帥了 氣質也變比較好了 確實是這樣 是我也是變美了 那我 很帥 對 可是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共同一點 就是我們在發現 這麼多優秀的新人當中 有很多都是原住民 這個不會很奇怪 我在比賽唱歌的時候 就遇到很多原住民了 而且還有很多這個終生代的 現在還很驚 還驚著呢 你是說民雄嗎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原住民在我們台灣的 音樂歷史上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我們這個音樂萬萬歲 今天也不能錯過了 今天到底有什麼精采內容呢 來 我們先讀為快 用台灣流行樂 三大男高音的兩位動力火車 前來與康康飆高音 擁有不可思議美聲的紀小君 說明原住民對流行樂團的貢獻 原山風點火二重唱的 余立成 竟是模仿鄧麗君歌聲 亞軍的唯一男歌手 精采內容竟在音樂萬萬歲 曾經擔任建築工人 曾經過著兩個人 和吃一碗泡麵的日子 游秋昕和顏志玲 這兩位來自屏東的原住民歌手 並沒有放棄他們最喜歡的音樂 憑著一股衝勁支撐著理想 直到1996年 他們以動力火車為名的組合 以高亢的嗓音 與獨特的爆發力 在PUB英雄會合集中 讓他們唱出了一片天 從1997年的第一張專輯 《無情的情書》 成功地打下流行樂視場 更特別的是 任何翻唱歌 廣告歌 運動加油歌 電視電影電玩主題曲 幾乎都有動力火車的作品 可見他們的音樂 除了能廣為大眾接受 還有能深入人心的效果 《動力火車》有不少的代表作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背叛情歌》 是動力火車1999年的 第四張專輯作品 引爆出狂唱熱潮 各地演唱會常常爆滿 五、四、三、二、一、一